很多球迷可能对斯普雷维尔并不熟悉,对他最深的印象,可能就是他曾和加内克,卡赛尔大道,组成森林郎三头冠打救的西部决赛,92年他被勇士第24位选中进入NBA, 却在93到94赛季集入选最佳阵容一阵,斯普雷维尔本是联盟的未来之星,但他的狂妄却阻止了他对现天赋的脚步,斯普雷维尔甚至被称作是NBA历史第一狂人,在生涯初期由于是个菜鸟,斯普雷维尔倒是二分熟悉,再到了97到98赛季,他就开始了自己接连不断的闹剧, 在球队训练中,由于不满主教练卡列西莫的指责,斯普雷维尔直接上去掐住了他的脖子不肯松手,如果不是队友的及时制止,上火的狂人差点就把主教练给活活掐死,斯普雷维尔逃过了故意伤人的牢狱之灾,但也遭遇了极其严厉的处罚。 他被NBA竞赛一年,勇士还和他终止了三年2370万的合同,不过竞赛期间斯普雷维尔不仅没想收敛,反而更加放肆,超速驾驶直接撞伤了两人。 这一次,他没逃过牢狱之灾,被判了三个月监禁,竞赛期结束后他转投尼克斯,成了尼克斯黑巴西记的主力成员,正当尼克斯求你以为他会重新做人时, 在2002年他在游艇上因为女人而和同伴大打出手,结果自己的手掌骨折,并且他还对尼克斯隐瞒了伤病,被囚队罚了25万美元。 斯普雷维尔糟糕狂妄的脾气终于扰脑了尼克斯官里层,随后他就被送往了明尼苏达,斯普雷维尔携手狼王加内特,以及外星人卡塞尔,打出了森林狼队使最佳的战绩。 一路杀尼西不决赛,输给了胡人队,森林狼管理层也很满意斯普雷维尔的表现,给33岁的他开出了三年2100万的合同, 那时候这样一份合同对于一位老将而言也是不错,但斯普雷维尔再次展现了什么叫做狂,他拒绝了森林狼合同,理由是,每年没有1000万怎么养家糊口,没有好合同他宁愿躺在家里, 一个说到就做到的狂人,他真的退役了,斯普雷维尔的狮子大开口很狂妄,下退了那些对他感兴趣的球队,没有球队再给他合同,但狂人就是狂人。 说了不要就是不要,他直接选择了从NBA退役,离开了NBA,斯普雷维尔就失去了经济收入,但他依旧要狂,他开着自己的游艇四处游逛炫富,最终他也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,他的游艇和房子最后,都被强制变卖来抵战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